樓端端的遮雨棚下 卻突然冒出一雙腿 往外一看 不得了了 富人上半身趴在遮雨棚上 下半身穿破遮雨棚 一雙腿懸在空中 看起來相當驚險 消防人員到場 趕緊搭梯子爬上遮雨棚 先是用繩索固定 再將洞口剪開 費了好一番功夫 才將沒有意識的富人救出送醫 事情發生在8日 早上5點多 當時這名50多歲的富人 正在三樓收棉被 疑似因為吃安眠藥 精神不濟 跌落到一二樓之間的遮雨棚 沒想到整個人撞破遮雨棚 造成一雙腿懸在空中的 驚險景象 他就是在遮雨棚的那個頭 在上面腳 在下面 在遮雨棚的下面 心跳都還是正常 但是因為就意識不清楚這樣子 然後叫他沒有辦法叫醒 精神不濟收棉被 卻不慎墜樓半個人 懸在三公尺高的遮雨棚上 但也幸好有遮雨棚 緩衝下墜力道 包住富人一命 記得陳孫苑 謝祐雲 台中報導